自古英雄不问出处 他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 用自己的生命换回荣誉 用自己的行动给国家争取了最大的利益 是值得被人尊敬的 军人是祖国和人民的保护神 往往他们的工作是最危险的 尤其是侦察部队 他们需要深入 以后侦察军事讯息 还要防止被俘能够全身而退 他们的任务是极具危险和挑战的 因此他们获得的荣誉也是最多的 其中就一个侦察兵 他25岁就成为了解放军最年轻的校官 他的名字叫董玉香 他18岁就参军 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终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侦察战士 赶赴过老山前线 多次深入越军敌后侦察 给部队上报了许多重要军事讯息 在侦察过程中 他也遇到过许多的危险 他与越军进行过生死搏斗 凭借自己优秀的军事素养 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上天还是没有眷顾他 在1987年的一次 赴越侦察任务中 他不幸的踩中了敌人布置的地雷 被炸成了重伤 因此失去了双腿 脑部神经受损 抢救苏醒后失忆 连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士 都记不清了 因为战功卓著 董玉香多次的完成了 党只派给他的任务 给部队带来了许多的军事重要信息 被授予一等功臣的奖章 而他连队也被称之为 英雄侦察连 1988年他被授予少校军官 那一年他才25岁 因此也被称为最年轻的校官 时间在一连一点的流逝 他身上的病痛也在不间断的折磨着他 就在三年后的一天 他去世了 一个28岁优秀的侦察战士 就此陨落了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 他为祖国所做出的贡献 他的精神留在了这里 1991年的时候 中越反击战也基本结束了 因此他也被称为最后的烈士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而是他们负重前行着 因为有了他们 我们才会有和谐安定的环境 因为有了他们 我们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因为有了他们 我们才能昂首挺胸的说 我是中国人